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哈佛大学研究长白头发的人不易患癌 是科学还是谣言,真相可能让你大吃一惊 明天一起去养发吧,上了年纪后,白头发日日的被蒸啊 李苏愁勇满面,想要好友蒸苏一起去养发 谁知道,好友却振振有词地说,没必要去养 我和你说呀,能够长白头发是好事 专家可说了,白发越多,患癌的几率就会越小 李苏听了这话半信半疑 因为自己有个远房亲戚,55岁就满头白发 但前几年却因为肺癌去世了 长白头发在大众的认知中就是衰老的象征 因此,白头发也不被人待见 总有人想着将其养黑 但真书说的,白发越多越不容易患癌 是不是真的呢? 一,白头发的人不易患癌,有科学依据吗? 正如真书所说,网上的确流传着 关于长白发更不容易得癌的研究 梅柔报曾报告过 来自哈佛大学皮肤科的研究人员 常说长白发是身体自我保护机制 在这过程中,被破坏的黑色素肝细胞基因也会被清除 他要被破坏的肝细胞未被清除 就疯狂地复制并形成癌细胞 然后就直接得出了结论 长白头发的人更不容易患癌 然而,这其实是个大乌龙 这项研究并非出自哈佛大学 而是日本研究人员一,2009年的一项小鼠实验 原研究室发现DNA损伤后 实验鼠体内黑色素干细胞会转化成成熟的黑色素细胞 因此让毛发变灰白 这项研究并没有涉及和癌症的关系 不过是讨论头发变白机制而已 最终被每日柔报错误解读 由此闹出了乌龙 癌症的发生机理是非常复杂的 它是多种致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单靠长白头发来判断化癌概率 显然是不科学的 哦,年纪轻轻就长出白发 真的是提前衰老了吗 上了年纪长白头发是很正常的 不过,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也有白发困扬 这是用衰老解释就不科学 那这种人为老头鲜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疾病因素 年造白发可考虑是疾病因素所致 比如二性贫血 甲状腺功能异常 致生免疫疾病等 相关的研究还发现 心血管疾病肥胖也与白发有一定的关联 二,遗传因素 有些遗传因素也会令黑色素细胞功能障碍 或者是过早的凋亡 进而引起黑色素合成不足 导致白发生成 三,微量元素缺乏 头发毛囊通过吸收铁、铜、骨等的微量元素 来合成黑色素 如果缺乏这些元素 就会减少黑色素形成 并导致白发出现 另外 头发由湿蛋白、脚蛋白和胶仁蛋白组成 若人体的蛋白质不足 头发也会因此发白而且干枯 还有研究发现 若体内的B组维生素匮乏 也容易干扰黑色素颗粒形成 从而提高了白发出现的概率 四,烟不离手 三十岁以下的人群出现白发 与吸烟有明显的关联性 研究发现 吸烟者头上提前长出白发的概率 是不吸烟者的两到四倍 五,过度的烫染 平凡或者是过度的烫染头发 不仅会增加脱发可能性 也会导致白发出现 六,压力大 治安杂志城刊登过一项研究 研究人员将毛发黑亮的小鼠 作为实验对象 发现压力会促进胶感神经释放 去甲肾肾上腺素 附近色素再生干细胞 吸收该物质后会过度的活化 导致干细胞转化成可产生 色素的细胞 然后过早的消耗存货 而所有可再生的色素干细胞消失 就无法正常的产生色素 导致白发生成 三,白头发的是个真相 你要知道 对于白发 网络上描述也越来越玄乎 白发拔一根真的会长出十根吗? 黑芝麻真的能够让白发死灰复燃吗? 关于白发的是个真相 你需要了解一下 一,白头发会越拔越多吗? 每个人毛发毛囊的数量是一定的 每个毛囊长出的头发数量也是一定的 因而拔掉白发后 并不会导致更多的白发长出 不过,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白发拔得越多 头发会越来越少 二,吃黑色食物能让头发变黑 白发可以被认为是色素细胞衰老和失活的表现 很难被逆转 而头发中的黑色素来自于黑色素的细胞 像黑豆、黑芝麻等黑色食物中的黑色素 都是多分类的色素 使用后并不能直接的转化成头发所需要的黑色素 因此,想要靠吃黑色食物让头发变黑 其实很难 三,一夜白头是真是假 压力过大的时候会打致头发变白 不过,头发生长速度是有限的 一般成人头发每天会长0.27到0.4毫米左右 想要长出一头白发 显然一夜时间是不够的 四,头发白了还能黑回去吗? 对于年龄增长细胞衰老引起的头发变白 那是很难逆转的 除非染发 一般是很难再黑回去 而像压力过大、营养不足或者是疾病引起的发白 一般针对病因去解决 或许会有一定几率让白发黑回去 四,白发突然增多 可能是身体缺乏适种营养 有部分人群突然在短时间内出现白头发增多 是由于身体缺乏营养所致 包括微量元素铜和铁蛋白质点液及维生素B主 铜铁是毛囊的重要养分 充足的元素摄入可以让头发变得乌黑、亮丽 反之则会让头发变白 补充铜铁可以适量的食用动物肝脏、红肉、坚果等 蛋白质则是头发的原材料 充足的蛋白质是合成脚蛋白不可或缺的 当体内的蛋白质含量不足的时候 就很可能会引起白发的出现 而且头发状态也会变得很差 奶类、蛋类以及牛肉等可以帮助补充蛋白质 点元素缺乏会引起毛囊功能下降 导致无法分泌出足够的黑色素 最终引起头发变白 可通过点盐、海带等来补充 维生素B族同样是头发重要的营养元素 一旦维生素B族缺乏容易引起头发突然的变白 日常可以多吃绿叶菜、奶制品、颧骨物等 五、如何防止白发的产生 一、头发防晒 头发和皮肤一样也是需要防晒的 特别是发际线发型的边缘处 长期的受到阳光曝晒 更容易的出现白发 建议外出的时候 配戴帽子或者是打遮阳伞 避免让头发直接的暴露在阳光下 二、减少烫染 日常要尽量的减少烫染 烫染时不可避免的会使用化学产品 容易给头皮和头发健康都带来不良的影响 建议每年烫发染发的次数不要超过两次 三、学会减压 不少人出现白发和不良情绪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减压 合理地调理自己的情绪 在感觉压力过大的时候 可以试着和他人倾诉 或者是放下手中的事情 多出去走走 也可以选择瑜伽等舒缓的运动来放松身心 四、合理饮食 饮食上要注意保持膳食均衡 但不建议完全的舒适 因为头发生长需要大量的微烈元素 很多元素是纯素食无法供给的 如维生素B2主 所以日常的饮食要注意荤素搭配 可以适当的多吃鱼类、豆类、新鲜蔬果 以及适量的动物肝脏 我们看到父母头发上长出白发 才会意识到父母真的老了 的确衰老会导致白发生长 但像疾病压力等因素 也是导致白发生的原因 而关于长白发的人不容易化癌的言论 缺乏事实的依据 我们不必因为白发而过度的焦虑 也不要听信谣言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